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霆刘律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温馨又很沉重的议题 那就是亲情 好大家想到法律上面我们这些都是律师 都讲法理情 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情感面的亲情 这其实有非常多 我们很难以从法律的角度去解决或去处理的 例如说法律其实有规定 我们对于父母或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或甚至夫妻之间是有抚养的义务 可是法律硬邦邦的 你跟一个已经形同末路的夫妻或形同末路的妇女 你要求她履行抚养义务 法律上可以做啊 但她就不愿意啊 不愿意抚养啊 那你最终走到法律真的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情感面跟法律面 想跟大家来探讨 究竟我们透过这个法律 又或者我们是要多透过这些人性的关怀 是不是比较容易达成目的呢 我们在今天我们的节目 绿邮金来跟大家好好地探讨一下 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我们两位的法律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这些相关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来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我们的陈淑媛陈大律师 刘律师好各位观众好 还有我们叶振阳叶大律师 叶振阳大律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你们两位大律师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 其实啊脑袋里马上浮现很多的画面 非常多 非常多吗 郑阳你有浮现什么画面 就是各种情勒嘛 什么叫情勒啦 情勒就是感情勒索啊 就是因为毕竟多了亲情二字 凡事加上亲情二字 其实很多事情就变成你不得不去做 就是为了你好 你就好吧 就为了我好 也只能这样 对啊非常非常多啦 这个很难用法律去处一些事情 有没有心有戚戚 有没有自己也遇到了 其实我自己从小到大被情勒无数次吧 为什么 你是被情勒了什么 就是父母特别关心嘛 那父母特别关心就会 你会有非常多自己的想法 那非常多自己的想法 那父母又很关心你 那父母有自己的想法 就会觉得说你这个要干嘛 那个要干嘛 这个一定要去做 那个要去做 最后就是回到一句话 都是为了你好 所以都是为了你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养成 就是小时候为什么很叛逆 因为小时候非常叛逆 就是明明父母要说A 我就便宜要做B 对 就是功课会写 我就是偏不写 不是因为我不写 是因为我就是故意不想写 我就想挑战这个制度 想挑战全世界 大概是这样 但其实对啊 就是会变成说有时候 到底是不是 当然啦 你现在回头看来 会觉得说自己过去很荒唐 而且当然就是觉得 父母这个当然都是为了你好 没有错啊 也确实是为了你好 你说当下有时候 会需要沟通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为了你好 其实方式有很多 到底是依照你期待的方式 还是依照父母期待的方式 那究竟是为了父母自己好 还是为了你好 这个就有很大的问号 对不对 像很多人他这个 我遇到就是娶老婆好了 这个父母亲 就会跟这个小孩讲说 你要娶一个家室好的啊 讲出去好听的啊 为什么 因为这父母很光荣嘛 可是对这小孩来讲 那母子我要娶 还是母子我要嫁 我是要找一个 能跟我幸福快乐的人 他现在家室不好 有什么关系 可是父母就觉得 啊这传出你干的听起来 啊你怎么会娶一个 或嫁一个这种对象 哇那就到底是为了谁好 不知道 对 俗源这边呢 就听刚刚 刘律师跟叶律师这样讲起来 我可能才是家里情乐的那一位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因为 我们家里小孩比较多 是有四个小孩子 那我是排台老三 那上面都是两个姐姐 然后有一个弟弟 对于姐姐而言 我是最小的妹妹 所以其实我可以跟他们 说我是妹妹 你要让我 OK 然后对于弟弟 弟弟出苦力嘛 就对弟弟说 我是姐姐你要帮我 蛤 可是对弟弟来讲 不是我是最小 你们通通都要帮我吗 通通不是最小的最受人痕吗 最小的要做最多事情 因为他年纪最小 他最晚来嘛 對啊 所以站在姐姐的角度 又可以跟弟弟 你们是集体霸凌他就对 集体霸凌弟弟 集体勤勒弟弟 對啊 OK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 就对我爸妈啦 就會说 我还这么小女 为什么要骂我 所以就是说自己 我就是这么菜 我就这么无知 所以反而是最大的 对 你不可以对我怎么样 所以你父母从小就被你情绪勒索了 对 我才是那个勤勒别人 勤勒大师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除了很多法律面以外 其实情感面怎么解决 那更是一门学问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妹妹听听就是 就是帮哥哥嘛 哥哥也是这样讲了 所以就好吧 就帮他开个银行账户 然后银行账户就给他用 嗯 妹妹的名字 哥哥 哥哥想说 就是说要帮哥哥去工作干嘛 他总要用银行账户 所以就开一个妹妹的账户给哥哥 结果呢 问题就来了 后来呢 就是哥去做什么工作 诈骗集团 专门去卖人头 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头账户 就是我们会拿一些 别人的名字的账户 然后去 结果变成 给诈骗集团用 诈骗集团就会把 骗来的钱 存到这个银行账户里 这个人头账户 然后这个就是人头账户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常常说啊 我们希望有孝顺的子女 我们希望有有爱的兄弟 我们希望有相爱的夫妻 这一切听起来都是非常的圆满 可是当有一个人觉得 你应该要更爱我一点 如果你真的很爱我 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又或者是说 我真的就是为了你好 所以我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开始从这种亲情的角度出发 可是两个人的天平不太一样的时候 就会对另外一方造成了所谓的亲情的勒索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 例如说 父母明明很爱他的子女 子女也很爱他的父母 可是呢 子女一直不出去工作 到最后变成啃老族 都觉得哎呀 爸妈我不要出去工作 你看外面社会多么险恶啊 工作好辛苦哦 还是你给我钱 我在这边生活就好了 结果到最后变成对爸妈造成的情绪勒索 所以我们真的在法律上面 父母需要的子女就一定要给吗 或者子女需要的父母就一定要给吗 标准到底在哪里啊 淑媛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亲情勒索的案子啊 之前有就是接到一个咨询啊 那这个咨询是一个男生 那这个男生的外表看起来 其实就是比较偏有气质类型的男生 大概多大年纪 大概25岁三下 很年轻啊 很年轻的一个男生 他其实也刚出社会没多久 那他那天来跟我咨询的内容是说 他妈妈说要告他 因为他给不够多的孝亲费 他妈妈年纪多大 他妈妈大概五十几岁 五十几岁就跟二十几岁的儿子要孝亲费了 感觉这只鸡还没长大 还没那么办法生鸡蛋 就开始来要钱了 一直摇了 对对对没错 那所以我就细温下去嘛 所以才发现说 其实这个妈妈要孝亲费的 背后的目的其实不是真的要钱 他是想要透过这个东西来下下这个儿子 为什么妈妈要下儿子 就是因为这个儿子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者 对但他们家庭可能就是比较传统一点 所以其实父母对于同性的这个议题 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开明 也没有这么的接受 所以说 叫他不要跟同性交往 怎么还跟他要孝亲费啊 就是说妈妈就想 就是说妈妈想要透过客观上面这些东西 去逼迫儿子去接受一些妈妈的想法 对因为平常儿子也会就是带他的另外一半 回家 那可能妈妈就会觉得说 我把你一个儿子好好的养到这么大 然后你就是跟这些 他不太能够接受的人在一起交往 而且带回家来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更不能接受 那他们家之后要怎么样 就是传下一代 对就是有这些比较 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对儿子而言 儿子当然就是希望妈妈可以就是接受这些 因为之前也有过公投的事件 那其实儿子这边有就是尝试要跟妈妈沟通 但是妈妈就是说 妈妈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觉得 这件事情是 同志这件事情是他可以接受的 他就还是一样坚持的 比较他比较相信的一些信念 对 那这个状况下的话 因为妈妈想要儿子接受他的观念 所以他其实就是会出处刁难这个儿子 然后甚至就是说 你这样孝心的费给的不够 那这样你就没有抚养到我们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跟你要一个什么抚养费 那这样你给的不够 我到时候可以干 就是以这些法律上面这些词语去 去吓吓儿子 那其实主要的目的也不是要钱 他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他想要透过这些客观 法律上面的这些话术 然后看可不可以儿子 那究竟可以要得到吗 就是如果真的妈妈来告了怎么办 如果妈妈真的去告的话 我们其实要讨论两个点 就是第一个是说 儿子他有没有抚养的义务 跟他有没有抚养 就是他要抚养的话 那他抚养的程度到哪里 那我们就要先去看这个妈妈 就是这个父母 这对父母 他在客观上面 他在生活上是可不可以 就是自己自力更生的状态 那其实如果爸妈身上有不动产 或是有一些资产存款的话 那没有到 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地步的话 就是其实儿子 儿子这种在这种状况下 额外给的孝亲费 其实就是一种 五常的赠予而已 就不是法律上应该要给了 所以如果爸妈名下有不动产 或是还有收入 还有利息 还要去告儿子 很可能就会输了 可能就会要不到这笔钱 赶快爸妈赶快花光光 就是你当然父母要到 真的很有需要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 这些有抚养义务的人 才会有这些义务的产生 对啊 不过这对父母来讲也是情何以堪 他可能就会说 我努力辛苦一辈子 很希望小孩可以来奉扬他 没想到因为我这么努力辛苦一辈子 所以小孩不用奉扬我 就是我自己有钱 然后小孩子怎么就可以不用奉扬我呢 就是会不用奉扬你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情感面跟法律面的差异 你身为父母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 我们就要说 我没有自己为生的能力 例如说我行动不方便了 我也再也没有收入来源了 这收入来源不包括我工作的收入 包括我的被动收入 例如说我房子是可以出租的 我也没有房子 所以我也没办法出租 我也没有存款 或我的存款没有利息 我都没有什么钱了 这个时候我真的来告小孩 小孩是有能力的 他有收入 那他来抚养我 OK 法律上会允许 那只是说抚养费金额的多寡问题 要看这个父母为生 大概需要多少钱 通财不高 可能2万多块 1万多块 那就看实际的状况 那郑阳这边呢 我之前遇过一个案例是 诈骗集团的案例 其实我们一般中 有介绍诈骗集团 帮被告辩护的案例 我们第一个直接就觉得 这一定是一个坏人 骗加钱的坏人 肯定是坏人 对啊 连律师都坏人 工作一部分 工作一部分 肯定是坏人 但后来去了解这个案件 发现说 他是有故事的 诈骗集团的故事 诈骗集团的故事 那为什么今天他 变成诈骗集团 变成一个诈骗集团 变成一个被告 为什么呢 后来去了解 原来是因为 他把当初 他跟他哥哥就是 算是一起长大啦 第一心哥哥 一起长大 然后但是因为哥哥 比较不学好 从小就开始打架 然后中挫 然后一入长大 到后面吸毒啊 毒博啊 样样来 然后就是一直外面 惹事惹事 那妹妹呢 其实他是一个 高知识分子 一直从小就是一直 刻苦念书 一直父母的期待 对但是后来哥哥就是 进去啊 出来进去出来 对对 进去监狱也没有出来 后来就说 有一天跟妹妹讲说 啊妹妹 我真的痛定是说 我在监狱里面进修 我真的想出 我的人生的道路了 我一定要好好做人 出国生肖完了 我一定要好好做人 开鞋归正 我可能顿悟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做人 但是我现在要工作 但是我在外面欠了一匹一区债 我真的 如果我现在 这个经济状况也不好 妹妹这样子啦 借我一点钱 哥哥绝对保证努力工作 但因为外面也欠钱啦 所以我也没办法 开自己的银行账户啦 妹妹这样子 帮我开点银行账户 让银行账户 让我帮哥哥一个忙 重新做人 没错 帮哥哥一忙 也让爸妈父母可以看得起我 终于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好儿子 一个孝子 那妹妹听听就说 就是帮哥哥嘛 哥哥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就好吧 就帮他开个银行账户 然后银行账户就给他用 妹妹的名字的账户 给哥哥用 哥哥想说 就是说要帮哥哥去工作干嘛 他总要用银行账户 所以就开一个妹妹的账户给哥哥 结果问题就来了 后来这哥哥去做什么工作 诈骗集团 专门去卖人头 这是我们所谓的人头账户 就是我们会拿一些别人的名字的账户 然后去 结果变成给诈骗集团用 诈骗集团就会把骗来的钱 存到这个银行账户里面 这个人头账户里面 然后这个就叫人头账户 结果他妹妹的账户 就被他哥哥拿去卖给诈骗集团 天哪 就他妹妹就变成人头账户了 天哪 结果变成人头账户 警察就要找上门了 警察就是传款他来嘛 就说这个账户 然后妹妹当然是一问三不知 警察就开始问他 某某某 你某年某月是不是 有这个 他应该先问 你这个人头 这个账户是不是你的名字 妹妹就说是啊 他说你某某月是不是 有用这些讯息去骗这些人啊 你说什么啊 感情怎么样等等 需要用钱啊 是不是你 妹妹就一头雾水啊 到底干我什么事 我怎么会这样 对啊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就跟警察讲说 这个我当时只是为了 我哥哥借给他 警察说你不要骗了啦 你这个怎么可能啊 你就是诈骗集团 妹妹当然也很无辜啊 然后回去 刚才回去就是做完笔录 回去跟哥哥讲说 你为什么当初 这个账户是这样 然后为什么变成这样 然后哥哥说 啊妹妹我也不知道啊 当初去工作 我也是用得好好的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这样妹妹我跟你说啦 你就跟警察讲说 对这个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跟他没有关系 你就跟警察这样讲 你就没事了 不要说是我跟你借的 也不要说是跟我什么 没有关系的 那妹妹就说 好啦好啦 就讲说相信哥哥 就也就跟警察这样讲 就跟警察这样讲 完全从头到尾 也没有说是什么哥哥怎么样 就是说 喔对啦 就是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 变成说 就把这个账户借出去 就变成人头账户了 这样子 那就是他也不知道 原来这个变成人头账户 就这样 就当然这个说辞 漏洞百出嘛 因为这个他就是一个假的 所以 检察官就起诉啦 就是 就到法院 帮助诈欺罪了 就变成帮助诈欺罪了 然后后来他就是妹妹觉得 这样子 对他真的是 不白之冤啦 所以就是当然就找律师 然后当然第一个是告诉他说 哇你这个 很严重欸 这个加重诈欺是一年以上 一定要被抓去关的 你确定要这样子 然后妹妹当然就慌啦 怎么想说 怎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他只是为了哥哥 让他好好工作 所以把账户给了他 根本就诈骗了怎么可能 他这辈子都是拿书卷讲的 怎么可能在当诈骗集团啊 那他真的是很无辜 然后结果我们也回去看他的笔物 看了也是吐血 每个人都是承认说 对了他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案件 后来也花了很多很多力气 帮他去处理 最后当然啦 也 当然就是法官也了解这些状况 传了哥哥 所以最后 然后就变得获得一个无罪 这样子 只是说这种亲情勒索 我相信 大家没有人想到会变成这样 帮亲人怎么会帮一下子 而且想说就是哥哥需要正常的工作 所以借一个账户 可以让他用钱 哪知道哥哥还是不学好 所以最后变成这样 所以再怎么帮忙 心情再怎么伟大 那一条界线还是要画在那边 超过那个界线 无底洞 我告诉你 只要超过那个界线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界线之外 能做的能做 做不了了 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这样子才能够至少有人 可能老公真的出事了 可能妈妈爸爸出事了 可能小孩出事了 至少你还可以一个正常的状况 去帮助他们 而不是让自己先深陷牢狱之灾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其实说 虽然爸爸平常没有 就是给太多家庭费用 但是其实租房子这块 还是他租的 还是有尽一点点微波的 不养义务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法院如果 因为如果法院要判免除的话 是那种 比如说 太太生下小孩 然后爸爸就在外面离婚 在外面有第三方的那个住所 或是就完全不甩这个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面 比较有可能会直接免除掉 那在我们这个案例的话 这个老先生他有租房子 那平常就是 还是会跟小朋友玩一下 这样一类的状况 那其实法院最后是判 没有免除 但是就是判一个很低的一个数字 就是抚养义务的话 就比较低一点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这种亲情的勒索 至少彼此之间还有一些情分存在 所以才有机会勒索 对不对 可是有一些状况是 我连情分都没有 一点感情都没有 可是我们法律上面叫做亲人 在这种状况要跟你亲情勒索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像我们过往听到比较夸张的案子 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发生一夜情 风流一夜之后 男的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女的哪知道怀孕了 经过了十个月 女的也把小孩生下来 他这个小孩从来没看过爸爸 也不知道爸爸是谁 爸爸也没有抚养过他 可是经过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后 有一天 这个爸爸突然透过很多关系 发现原来我以前那个风流一夜情的 有我的小孩 而且跟我长得很像 但是我现在还是继续在外面风流 只是年纪大了 风流不起来 没人理我了 我需要人家照顾了 因为我到处都不负责任 没人要理我 那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小孩 所以跑来找这个小孩说 我是你爸 你要抚养我 对这个小孩来讲 你是谁啊 我从来没见过你 虽然我们长得很像 可是我不会承认 你是我爸爸 但是这个爸爸就说 你不抚养我没关系 我告你 肃请抚养费 看你怎么办 所以这种发生这种人伦悲剧 就是我觉得脸皮很厚的人伦悲剧 那到底身为这个子女的该怎么办 法院会判给他吗 法院会判说 因为他在血缘上真的是你爸 从来没有抚养过你 可是你还是得要抚养他 有道理吗 对不对 淑媛你觉得呢 我这边有事有出立过一个案件 是一个妈妈 一个妈妈她 她是一个外籍配偶 对 她当初就是 她其实是先以看护的身份来到台湾 照顾一个大概六十几岁的一个老先生 那你就是 其实社会上也蛮多这种案件 就是老先生跟这种看护 可能后来他们两个就结婚了 就是照顾到最后就成为一家人了 没错 没错 那其实这个看护的年纪大概就是三十岁上下而已 刚好差一半 对大概差一半 那他们就是后来就结婚了 那也就是主要是说这个妈妈就是这个 这个女生 女生是觉得说老先生平常对她也不错 那老先生年老了也没有其他人照顾 那她如果可以以配偶的身份在 就是在身上她身旁照顾她的话 对于老先生来说有人照顾 那对于她自己来说 她本身可以有一些 比如说可以取得一些身份 对取得国籍 然后还有拿到遗产 或是拿到一些财产 就是反正就是 他们后来就结婚 那后来呢 他们有生下一个小孩 生下一个小孩 对有生下一个小孩 真的不是老先生 六十几岁的一位先生 壮年的先生 就是老年得子 对啊六十几岁 所以说这位先生 他可能在他的脑海里面 或他的刻板印象里面 他可能就是觉得说 他可能不把这位 就是不把女生当配偶 不把女生当太太 把他当作他的 就是免费看护吗 因为本来是要付钱 现在变成配偶 就不用付钱了 对 不要钱他最贵 对 然后加上他又是外籍配偶 所以其实先生对他 并没有太准重 所以有时候就会对他 有一些性暴力 就是女生不想要 没有子几岁 还能够对性暴力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的频率其实是蛮高的 那真的不是老先生 不要再互惠人家 两次之类的 但是其实女生 因为女生 其实成为配偶之后 他还有就是在外面接工作 就是要养活这个家计 那他其实 所以老先生的经济 并不是太好 也不是太好 对 也不是那种什么家产万贯 然后里面有房子这种 对只是 只是说这个老先生 他有时候还会有酗酒的问题 酗酒 他喝醉可能就会 他还会酒驾 所以其实这个太太 他其实接到警察很多次电话 说 那个谁谁谁是你先生吗 要不要来警察去把他接回去 就其实太太一直在帮他擦很多屁股 甚至说有时候酒驾 除了被警察抓去之后 所以这样子这个配偶嫁给他真的是倒霉 所以其实后来其实有处理到离婚这一块 那只是在离婚以前这边的话 就是有一次我觉得 最经典的案例是有一次 这个老先生他开车 然后把车子撞烂了 然后太太就心疼老先生 就想说那不然他自己的一些存款 帮他换一台二手车好了 就是至少可以带一部 太太真好 对 然后结果这个老先生就因为 他觉得他嫌太太买的车是二手车 然后品牌又不好 哇塞 还这么挑递 对对还把太太臭骂了一顿 那太太当然很委屈嘛 对啊 我又花钱 然后又是为你想 然后平常我不想要一些信息 买个脚踏车给他就好了 对就是反正太太就做了很多事情 是他觉得夫妻之间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先生都不太理解 不谅解 对不谅解不理解 然后又把他当看护看 然后甚至这个老先生其实后面还有外遇 那太太其实脾气很硬 太太就是说不愿意跟你离婚 因为就是因为小孩还小嘛 然后毕竟他本身又是外籍配 他可能又会觉得说 如果离婚了 对于他自己本身 或是对于小孩子 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所以这个婚姻就维持了二十年 他就咬着牙维持了二十年 很伟大真的 但是在这二十年期间呢 小孩子也是很委屈 他本人也是很委屈 因为先生对他其实也是蛮暴力的 但这爸爸就八十几岁了 对就八十几岁 真的就老先生 对 然后他后来 后来太太就觉得小朋友长大了 他也不想要再 也无意维持这个东西了 因为他觉得没有意义了 那小朋友也长大 那后来老先生八十几岁 他是进療养院的状态 因为他身边也没有其他亲人 太太也不要他 对太太也不要他了 对所以他们后来 我们有帮他们处理离婚这一块 那其实是有理成的 所以太太也不会再兼援他了 就是经济上也不会再支持 再帮助他 那抚养义务怎么办 对所以这个老先生就说 我旁边像刘律师刚刚讲 我旁边有一个儿子 我有一个小朋友 对 所以他就向那个小朋友去请求说 你是不是要来养一下 我是你爸爸 因为我现在没太太离婚了 那我至少还有个儿子 我还有个儿子 你是我写原上面的签署 所以他就向这个儿子去请求 这个儿子应该气死了吧 这只是想说你又欺负我妈妈 然后从小到大 你也没有拿出过半毛钱养我 然后你平常就是 又花天酒地 又花天酒精 然后他还会酒驾 他就惹了整个家庭 对就很多麻烦事 所以其实儿子 对于儿子而言 他也不是很想要养这个爸爸 那可是爸爸就把他告进法院 那他能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他其实在这种状况下面的话 法律上面其实 你可以去请求的东西是 免除或者是减轻这个抚养义务 那你只要从来没有抚养过你的子女 依照我们明法的规定 免除子女反过来抚养你的义务 他就没有机会去跟这些子女要抚养费了 他就被败诉了 那败诉结果是什么 年纪这么大了 个人造业个人丹 就是做人失败 没有人要抚养你 除了国家收留你 也就没有了 靠自己 对所以千万不要做人失败 这才是重点 不是官司会打赢 不是说我开始给红包签收留证据 没有用的 你真的是需要一个 好好维系一个家庭 这将来就自然有人抚养你 也不用打官司了 这样 你有遇到吗 这种抚养 演出抚养 我自己手上也办过几件 那之前有遇过一件 比较有意思的 那他是一对兄妹 然后有一次来我们师傅所找我 就是说要来做一个咨询这样 咨询为什么 就是年纪看起来也不大 就是还在念书 应该就是一个个刚出社会 对然后就说他被告 我想说被谁告 结果他说被他妈妈告 我想说哇居然是这种状况 妈妈告儿子要告什么 那其实他就是一样 他是要告他给付抚养费 他不是才刚出社会吗 没错他就是告他这件事情 那变成说 我们就了解这个案件 那其实过去啦 就是他们其实一直都是 就是妈妈跟爸爸生了他们之后 然后大概哥哥五岁的时候吧 妈妈就跑了 妈妈跑了 就跑了跟人家跑了 也没有离婚 但是就消失了 就是这个人在世间上好像已经 整发了 就没有跟原来的家联系了 就是直接人就不见了 所以是妈妈外遇跑了 妈妈外遇跑了 然后其实兄妹俩 一直都是爸爸在照顾他们的 对然后后来就是照顾到好像国中高中的时候吧 爸爸好像因为离癌 就人也走了 所以其实一只 所以一只来讲 其实他们长大的过程 其实除了爸爸陪伴一部分以外 其实就变成说 等于是哥哥一直在照顾妹妹 然后妹妹当然也会照顾哥哥 互相扶持这样 天啊那是怎么长大 他们都没有收入来源 就会变成说哥哥去打工啊 然后妹妹也会去打工 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政府补助啦 那只是说就是一只来就是家庭长大 真的非常辛苦 但是也当然也相对于他们兄妹感情是非常好的 从他们互动也是完全看得出来 对那后来这个案件 我们想说这样子的话其实 那父母什么时候跑回来 妈妈什么时候跑回来 妈妈就是直接就是告了 也没有任何联系 没有联系直接告 直接就告了 他们是某一天突然收到这个东西 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打开来看 怎么是一个法院的通知 其实他们也看不太懂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名字 XXX想说 他XXX是谁 好像有点眼熟 但是好像又不知道是谁 后来想一想 哥哥想 这个是妈妈 天啊 五岁就不见了 几乎没什么印象 顶多就是爸爸会告诉他你曾经有的 曾经有一个妈妈是谁 然后走了 或是怎么样的 因为就他哥哥了解 其实好像也不是爸爸也没有 就是可能也是爸爸的伤痛 所以也没有一直想提这件事情 只知道妈妈反正就是跟人家跑了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我那时候想说 哇这个妈妈真的是非常可恶啊 对啊 蛮绝的 人都不见了 也不照顾 然后突然 然后也不联系 也没有说 就是先慰问一下什么的 啪就直接告了 那当然是觉得说 这个官司当然 因为就是妈妈非常可恶嘛 所以其实要打赢的机会也是有的 那所以我想说好啊 那就是来帮协助他 打这个免除抚养义务这件事情 那当然结果到法院 我那时候想说 好可恶的妈妈 我真的很想看看他到底是多么可恶 那个那张嘴脸 好好的来看一看 到底是多可恶 那时候第一庭是调解嘛 那也是法官亲自来调解的 调解的庭 就是 我想说好我就来看看 对 结果呢 妈妈来了 我原本也会担心说 他会不会哥哥会不会太冲动 像过去先揍他一顿 对 然后结果妈妈一来 然后法官就 啊到了嘛 就请大家两边坐下来 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备战好了 我说好 要好好维护当神的权益 要来准备来吵架了 就是要好好来 奠奠你这个可恶的妈妈 就一坐下来这个妈妈 就说来法官我要说 然后法官说 哎来你请讲 你要说什么 法官 请判给他们免除我的抚养义务 嗯 然后想说 嗯 我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对啊 所以判给他们免除犯 也就是说 我子女不用抚养我 这种话 没错 他们会说 你不用抚养我 法官判给他们 判他们赢 我很小就不理他们了 不管不顾他们 法官请判给他们赢 我想说 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来告抚养 结果你开庭 结果又说 你不要抚养我 怎么会这样呢 对 卡泰是说 因为她还是她的妈妈 法律上是她的妈妈 等一下还有这些抚养人 还有这些小孩 所以变成说 妈妈想要去跟国家 请你一些补助金啊 就变成说 因为你有 有可以抚养你的人 所以国家不能养你 所以妈妈变成说 申请这些抚养不到 所以才变成说 他也是可能去问其他律师 或什么 就变成主动来发动这个诉讼 然后在诉讼过程中 马上跟法官讲说 希望让法官来判 用判决的方式 免除这些人的抚养义务 那只要成功了 他们就没有抚养义务 那他就可以拿这份判决 所以跟国家说 国家你看我 我小孩不抚养 我小孩不抚养 所以我没有人抚养 所以我要申请补助金这样子 那其实他养过那1.4 5岁以前 所以其实法院都会说 他还是有抚养 等于是法官要自己去用职权去认定说 这样的判决的主文 内容 要怎么去判 才会符合法律的规定 但这样会不会对这个妈妈来讲说 我本来想说政府会给我2万的 结果一告 更被惩罚 变成子女要一个给我4千 或者拿8千 算是也是一种惩罚 哇塞 是两个人加起来4千 两个人加起来4千 那一天二十 又拿不到政府的补助 然后只能拿到4千 没错 哇塞 那这真的残忍 这个法官的判决是蛮狠的 就是 那时候会觉得说 这种案例就是 好像跟我想象不一样 对啊 算是比较 跟一般那种 对 想到那拿4千怎么活啊 对于子女来讲 给4千可能还好 可是对这个妈妈来讲 4千不够啊 学对没爸的生活 对啊 哇真惨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父母跟子女之间 关系还是好好的 不要不负责任 不然延伸的问题处理不完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他们房子很多 也都是他在管的 所以就搬到 弟弟都也找不太到人 那弟弟后来就觉得啊 这个这样怎么办 也知道说 父亲手上有这么多钱 然后结果都被大哥这样子 搞来搞去 最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甚至连父亲都不让他见了 都不知道在哪 那最后 对 就变成说 好 所以小儿子就觉得说 他应该要采取一些什么事情 什么法律行动 最后呢 小儿子就提了一个叫做 监护宣告的一个诉讼 等于是他是一种制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想想啊 各位观众 你们在你们的兄弟姐妹 手足之间啊 亲情上面容易产生什么纷争呢 在我们当律师这个职业里 看到兄弟姐妹会互相有仇恨 互相有纠纷的 我大概看到两种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 他们的长辈身体越来越不好 谁要负责来照顾 怎么照顾 是不是轮流住在谁家 还是谁轮流到医院里去 或者是都是女方在照顾 男的儿子不照顾 这些就是我们第一个 最常看到的纠纷 很容易在这些 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 就产生了纷争 第二个 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 最常最常看到 就是真财产 所以兄弟姐妹 这些手足 其实就变成了财狼虎豹 大家互相攻击了 书远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遇到过什么样子 兄弟姐妹之间 亲情的纠葛 之前有处理过一个案件 是就是 这个家庭里面有六个小朋友 然后 因为你也知道 就是如果家里有 比较多小朋友的话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 资源上面的一些 就是一些拉扯 因为毕竟爸妈有的资产 就是这么多 很有限 就是有限 分下来给小朋友的话 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不平均的状态 但其实父母也不是有益的 可能就会造成 小朋友的心理上有一些不平衡 那这些不平衡 就是 其实都是小事 但是就是 激着激着激着 就是 不公平 就觉得爸妈都是独厚他 对我就不好 对 然后就激着激着激着 在哪一天爆发呢 在分遗产的时候就爆发了 就是爸爸过世了 那因为 妈妈还在吗 妈妈跟爸爸离婚了 所以其实妈妈没有分到 分到遗产 他不是集成人 所以 爸爸过世的时候 就是 这 刚刚是说六个小朋友 一个过季 所以是五个小朋友有继承权 对 那他们那时候其实是有协议 有签一个分割遗产协议书 那 像鲁律师刚刚讲的 这个家庭其实也是比较传统一点 就是觉得主产 就是传给男生 然后女生可能就分一些动产 金钱上面的存款 金饰啊 这些东西啊 股票或什么 钱啊 现金啊 对 所以其实土地跟房子是由 就是两个男生来继承 那其实协议书里面是有 就是有签说 就算是由男生来继承 但是钱的话 是这两个男生要分一些出来 给这 就是其他的女性的继承 那 我们那时候都以为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 对 那刚刚有说两兄弟有继承到房子吗 那其中一个大儿子 我们就姑且称他大儿子跟小儿子 大儿子跟小儿子是共同继承嘛 对 共同继承房子 那这个大儿子他其实有一些 就是他会吸毒啦 哇 所以他其实会跟外面的人借钱 所以这大儿子 所以这大儿子 他没有 就是反正他就是 把他们继承到的房子 拿去做抵押 然后也没有跟家里面的人讲 嗯 因为他就是所有权人 他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啦 对 所以他也 他会特别告知 对 所以他其实就是把他拿去做抵押借款 就是借钱 他们另外有签 就是大家跟别人借钱的时候 他们有签一个借款的那个 一个协议书 是说 一年内要还 那如果你没有还的话 那我也不用把房子还给你了 就这个状况 那一年之后就过了嘛 对 对 然后 所以那个就借钱的人 他就觉得说 OK 一年过了 你也没有还钱 房子是我的了 对 所以他就开始在里面施工 因为他想说房子我的了 要怎么做就我的事情了 对 因为有就是援助人一直在阻挡 他们就是借钱的人去 就是处理一些对施工 那其实这个借钱的人也觉得很麻烦 他就觉得说 好啦不然这个我就卖掉好了 再卖给别人 又转手卖了一个转手卖的人 谁会来买啊 这个房子 对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那反正总之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案例里面 就是有一个转手的人买了 那转手的人买了之后 他就来告他 就来告原本的那个 就是原本的那一家人 因为他们有阻止他 阻止他施工的行为 他也有就是换门处的行为 那对于转卖的这个人 他就觉得说 你这些行为就是阻碍我的权利嘛 这房子已经我买来的是我的权利啊 对 那反正他们后来就打到法院去 那郑阳这边呢 我这边是遇过为了抢遗产 把爸爸藏起来 把爸爸藏起来 爸爸不会跑出来吗 他的故事是说 他的案例就是这样讲 就是说 就是有一对兄弟 那就是兄弟嘛 然后老父亲中风在家 然后老父亲非常有钱 土地非常多 然后住的也是老父亲的不动产 那当然因为大儿子嘛 就是跟着老父亲啊 所以就是当然就是变成说 那种房子就是给大儿子 跟他老父亲一起住 大儿子要负责照顾老父亲啊 也是等于是要负责照顾老父亲这样子 那结果后来老父亲因为中风嘛 行动不太方便 然后后面后面就是年纪可能也大了 所以就是开始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那其实一直以来 这些老父亲的一些名下的不动产啊 财产啊这些 也有做一些出租啊 那都是叫大儿子去处理 所以大儿子呢 也是一直在帮他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大儿子非常非常清楚 老父亲有多少钱 非常清楚 因为都是他在管的 那后来呢 可能也是因为有钱 然后加上兄弟两人 可能因为照顾父亲的事情 可能产生一些嫌隙 或是一些误会 小小的冲突可能都有 那变成大儿子就开始动一些 小小的歪脑筋呢 小小而已吗 小小的 对就是变成说 开始 把老父亲就是会说 比如说就是跟老父亲讲一些 你看你的小儿子好坏啊 就是你看都不来看你好几天了 然后甚至跟老父亲说 你看这个房子 你看是不是就先给我 那真的有一两栋就被过到他名下了 然后甚至也跟老父亲讲说 这些怎么样 然后变成 因为老父亲对他也信任 加上有点失智的状况 其实变成后面很多财产啊 等于都被大儿子自己一手掌握 我们遇到最夸张应该是 老父亲 如果你不过给我的话 可能明天没有人要照顾你了 这也是一种情乐 其实不是假的 因为我们遇到很多是看护 在照顾这个老人家 然后反而是看护跟着老人家说 你如果不给我多一点钱或什么 你就很难好好被照顾 所以最后就是一块肥肉很有钱嘛 但是没有能力 只能一直就付出 没错 这是其实老人家真的有时候是这样 也就是一个陪伴啦 所以其实变成说大儿子 因为这样子也一直就是在掌握 然后后面可能他大概也薪知肚明啦 就是父亲年纪也大了 可能随时都可能会离开 所以他后面呢 开始变得说很激进的 就是譬如说 会偷偷的把父亲的存款直接领走啦 对啦 他有老父亲的存责嘛 那老父亲需要看医生也要钱 反正就是签一个同意书 就是来父亲签 然后甚至后面呢 直接就是还搬家 一刚开始不让弟弟来看 反正弟弟要来就 干质搬家 后面呢就直接搬家 他的房子很多啊 也都是他在管的 所以呢 就搬到弟弟都也找不太到人 那弟弟后来就觉得 啊这样怎么办 也知道说 父亲手上有这么多钱 然后结果都被大哥这样子 搞来搞去 之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关系 甚至连父亲都不让他见了 都不知道在哪里 生死未卜 就变得说 好所以小儿子就觉得说 他应该要采取一些什么法律行动 最后呢 小儿子就去提了一个叫做监护宣告的一个诉讼 等于是它是一种制度 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他比如说施治啊 这种 以前叫禁治产 对以前叫禁治产 就是意识状况不清楚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法律上为了保护这个人 就会找让法官去选一个监护人 来去管理他的生活起居 他的财产这样子 那就选他哥哥当监护人啊 就变成说小儿子去发动这个诉讼 那希望说让法院去选一个监护人 至少不要再让大哥去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后面诉讼 最后啦 因为当然法官 可能也不是神儿子 可能也是这种案例看非常多了 所以法官就是坚持 不管你就是一定要 就是开始先请家调官去调查说 到底跟他同住的是谁 就是大儿子 那法官一开始就知道 大概也知道说 这个肯定是有一些猫腻所在啦 肯定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就是变成说 好就是 请大儿子过来 列官西人 就是大儿子 你要出来 对 开始问他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最后也请他 他就是等于是半逼 半就是等于消遇利益啦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陪同父亲去做这个 鉴定 对 没错 然后这些鉴定出来 确实就是有失智的状况 那最后 这个监护人 是判给小儿子 法官直接判给小儿子 他可能在想这些事情是说 他可能法官也了解到说 这些财产过去有这种花用的状况 那等于是说 想要让小儿子当监护人 去做这个制衡的状况 对 我是在想 而且更可怕的是说 如果你在世 就把遗嘱立好给大儿子 也过了很多给大儿子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爸爸应该早点不再 对大儿子最有利 没错 儿子又是大儿子在炸户 道德上风险 对 就很容易就不见了 就往生了 那怎么往生不知道 但是马上大儿子就继承所有财产 所以当发生这种继承这种问题 我觉得 其实现在法律有一个制度 叫做议定监护 议定监护就是 你自己还没失智 你还意识清楚的时候 但是你担心有一天 你可能失智 有可能意识不清楚 你先选好未来可以当你监护人的人 那就先做好这个决定 那一旦你发生失智的状况 这个议定监护人就可以上战场 就可以来协助你 不会像过往都是 你真的失智了 然后大家来打官司 然后来打官司 到底谁可以当你监护人 那就很可怕了 如果选错人 那可能很早就往生了 所以这部分也是要提醒各位观众 兄弟姐妹很容易因为遗产产生纷争 千万不要很有自信说 我的这些儿子女儿都非常受教育 都非常的和平 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发生 我告诉你 越是你这么越认为 越容易发生 这个电视讲的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一定要相信 妥善怎么分配你的财产 是避免兄弟姐妹兄弟戏强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不要自己反而造成你的小孩 自己互相变成法院常客 这个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情理法法力情 亲情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 从法律的角度去切入 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你都不抚养人家 过往都不抚养你小孩 等你老的时候 你以为透过法律的诉讼 就可以让你小孩子抚养你吗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又或者是 你觉得你将财产要怎么分配 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吗 小孩不会反目成仇 或是不认同你的分配吗 所以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案 应该要好好思考 情感这种事情 亲情这个事情 它的标准 还有怎么样去维系 怎么样在这些亲情的角度里 能够让家里加和万事心 或跟周遭的人都能达到一个平和 法律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是有它的界限 所以在这些亲情的枷锁上面 法律很难完全的帮上忙 首先我们谢谢我们的陈淑媛陈大律师 谢谢刘律师 谢谢各位观众 还有谢谢我们叶正来的月大律师 谢谢刘律师 谢谢各位观众 好 那我们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每周六日播出的节目 我们晚上八点钟 靖天电视台 还有YouTube频道上的 靖天电视GOLDEN TV 看电视学知识 律师的钟言让你受用一声 我们下次见 拜拜